每日农青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农青栏目 我是李斌 其实说到农产品 各地的农产品在县域经济当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 为您选择一些县域农产品的发展状况 以供大家参考 最近我们考察了浙江长新的农产品 从今天开始 我们也将以系列节目的形式 来为您展示 当地极具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好了 广告之后来看第一集 每日农青栏目 网络还选最受观众喜爱的魅力农产品活动 正在进行中 好 欢迎您每天通过栏目的官方微博 来投票选出自己最喜爱的农产品 其实说到采访 有时候必须得抢时间 那是分秒必争 这抢晚了就有可能错失良机 你瞧吧 王月这次就遇上了一个好机会 那可真是说时迟那时快 差一点 他就没赶上 当记者跟在后面一路狂奔到羊社的时候 一只小羊羔已经出生了 哎呀 好萌啊 加油 加油 你看这只呢 就是刚刚出生的这个小羊 好可爱啊 这只羊是公羊还是母羊啊 能看出来吗 小母羊一只 那像这个羊 它就只能产这一只吗 它这个肚子里还有吗 确定有 这个记得这 那它生完第一胎 什么时候可以生第二胎啊 不一定的 半小时左右吧 哈哈 又一只小羊 马上就要出生了 小羊脚已经出来了 这这样子羊宝宝又要出来了 脚先出来 那脚先出来 现在难缠的 前脚跟头先出来 不会难缠 其实今天我们还很幸运 以为看不到这个小羊出生的过程 没想到呢 我们一过来就赶上了这个小羊 而且还一下子出生了这个两只小羊 还见证了这个小羊 担心了这个过程 像一般的羊的话会生几只啊 你像像新羊的话 基本上就在一胎左右 像这种生过了一胎第二胎的 它基本上能生了两只啊 或者三胎的 有些可以生四胎的 那么这种羊到底是什么品种 它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这种羊就叫狐羊 有个呢 它是参考性能多胎 最多的可以生五个六个 在反猪动物里面 最伟生的就是狐羊 据了解 狐羊是我国著名的地方绵羊品种 它的祖先是北方的蒙古羊 相传在公元1126年南宋迁都杭州时 北方的居民大量南移 将当地的羊也带到了江南饲养 由于这种羊 主要集中产区是在江浙一带的太湖流域 所以被称为狐羊 哎呦呦呦呦呦呦别动 你看这只呢 就是刚刚出生了这个十天的小羊羔 好可爱好小好萌啊感觉 而且它这个毛呢摸起来是非常的柔顺 你看看它这个毛非常的洁白 身上都是这种卷的这种毛 感觉像是这种发型师精心打理过的一样 哇哦 还顶我 这个羊看起来好大呀 怎么这么大呀 这是总公羊 哦 是总羊 所以它这么大是吗 对 哇 它这个大 这么大大概有多少斤呢 我们现在在一岁半是210多斤 真的脾气还挺不好的 不知您注意到没有 这种羊不论是大羊还是小羊 统统都没有角 它们的毛色洁白 织尾呈扁圆形 而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 还听说当地有一种羊 特别爱吃绿芦笋 那么这种羊就是胡羊吗 今天真的很幸运 和这个大羊小羊都有了亲密接触 不知道这种羊 是不是就是那种爱吃芦笋的羊 对 就是爱吃芦笋的羊 是吗 但是我打听了一下 这个芦笋在当地也卖不便宜 大概是七八块钱一斤 那这样的话你们成本会不会很高 这样你到我的芦笋基地 要看一下就明白了 你除了羊羊还有芦笋基地 那走 看看去 芦笋学名叫石雕白 因为它的嫩芽 和芦苇芦笋的嫩芽很相似 所以国内很多人称它为芦笋 在长兴县的吕山乡 芦笋的种植面积 已经达到了三千多亩 我总觉得这么好 这么贵的这个芦笋给羊吃 会不会有点可惜啊 不是的 这个人也吃的 羊也吃的 这一会儿给人吃 一会儿给羊吃 到底给谁吃啊 这个 上面认的那一块是给人吃的 下面那块老的那个给羊吃的 哦 原来是这样 就是这一部分是给羊吃的 对对对 行 那帮你们喂羊去 哇 好重啊 等等 这个还拿过来 去粉碎了之后才可以喂羊的 哦 那咱们先去粉碎呗 等等 我这边还有 把这个也带上 这个也带上 这羊还吃这个呀 这是芦笋的精液 当地人喜欢把它叫做芦笋阶杆 在吕山乡 采用大棚种植芦笋 已经好几个年头了 三千多亩芦笋地里的阶杆产量 每年高达六千吨左右 过去这些阶杆 一直被当作废弃物进行处理了 而现在有效地利用了芦笋阶杆 可以增加养羊收入一百多万元 芦笋阶杆的它营养价值比较高 它粗蛋白量 我们实在大概有八分之十二 因此是非常好的一个粗食调资源 芦笋的话羊也是挺喜欢的 在当地呢 每年的冬天呀 对于胡羊来说是一个饲料短缺的季节 那么在等待青草再次生长的时候呢 养殖户们只能依靠囤积的干草料 来给胡羊提供一日三餐 但这样呢又不能完全保证它的营养 可现在呢 有了这个四季都可以提供的芦笋和芦笋节杆之后呢 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每年冬天 因为饲料短缺而带给养殖户们的烦恼 这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降低了农户的这个养殖成本 第二个呢 就是提高胡羊的品质 也有很大的好处 芦笋和芦笋节杆的好处这么多 胡羊是不是光是这个就足够了呢 其实芦笋和芦笋节杆 在饲料中所占的比例是20%左右 为了使胡羊体内的营养更加全面 养殖户在四位时 还不时搭配其他的青草和一些精饲料 你看啊 这个羊圈的建筑呢 还挺特别的 都是悬空而建的 那么当地呢 把这种养殖方式叫做离地平养 那这样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然后边上都是卷帘的 那下面它也是通风的 就整个环境它是敞开式 等于半敞开式的一个建造颜色 可以营造一个通风干燥透气的一个环境 胡羊在空气充分对流的眷舍里生活 就能天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了 另外胡羊脚踩的地面是用竹片做成的 这种材料不容易磨损 抗腐蚀性也好 竹片间留有空隙 这样就方便胡羊的粪便漏下去 不但是环境变得舒适了 还可以增加一份收入 那像这些一袋一袋的不会就是羊粪吧 对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羊粪 哦 那这个就把它夹起来卖吗 一袋一袋的 我们自己因为有很多芦笋地 我们这个芦笋放在芦笋地里面的 卖的话这个怎么卖呀 我们自己的田够了 之后多出来的那一部分嘛 然后要卖的话就卖掉 基本上在12块钱左右100斤 在太湖流域一带 由于平原多山地少 胡羊的养殖方式几乎都是圈养 圈设里的胡羊 虽然不能在野外自由自在地奔跑 但在这样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里生活 一年四季吃着青草 似乎过得也很惬意 不过让他们惬意的事 还远不止这些呢 大哥 你这是在给它剪指甲呢是吗 对 哦 为什么要剪呢 脚子残着 哦 会不好走是吧 不好走 不好便 不好走 这些路要打滑 哦 会打滑 要给病 就减少病了是吧 脚上的病了 那边呢 有人给这个胡羊剪指甲 您看这边呢 也有人忙着给这个胡羊剪羊毛 那如果说剪指甲可以让它变得美一点的话 那么剪羊毛是不是也能让它变得更美一点呢 刚刚被剪完羊毛的胡羊 似乎还有点羞涩 不过很快的 他们就习惯了自己的新形象 那么养殖户为什么要给羊剪毛呢 原来 南方的夏天又闷又热 如果让胡羊披着厚厚的卷毛过夏天 就如同人在大热天里 穿着厚棉袄一样难受 在养殖户的精心照料下 胡羊长得比较快 一般情况下 商品羊六七个月左右就可以出栏了 这个卷里的羊呢 都是六个月大的羊 现在呢我们就来秤一下 这个六个月大的羊到底有多重 您这样令大概觉得有多重 八十多 八十多 看一下啊 三十七 三十八公斤 这个胡羊剪架比较小 就到七八十斤的时候 它就长肉了 那么有了几它的羊呢 它到这个体重的话 它还是个价值 没多少肉 早期生长速度快 自然就成熟的早 再加上胡羊 还具有四季发情 能产多生的特点 所以给农户带来的收益 也比较好 骨仔的后 那么一百斤的话 是三千二左右 现在是一般成蓝 是三百头左右 一年收入在一百多万 养殖户说 一只胡羊的鲨料成本 是四百元左右 而使用上 原本废弃的芦笋接杆 鲨料成本 可以节约两百元左右 这就是说 如果去掉所有的成本 养一只胡羊 可以赚五百元左右 而使用了芦笋接杆 则可以纯赚七百元左右 胡羊肉质细嫩 三味清 当地人利用这种原料 可以做出多种菜肴 四十七岁的钱江新 在长兴县旅山香 开着一家小小的餐馆 条件虽然简陋 但由于他很善于烹饪 红烧胡羊肉 在当地小有名气 诶 怎么还倒上啤酒了呢 使用啤酒会有什么好处呢 加入啤酒煮三十分钟后 就可以放各种调料了 就这样一锅羊肉 这个一盆这个调料就够了是吧 这个是按那个羊肉的比例放的 是什么样一个比例呢 这个比例也讲 我也自己就是靠那个手去搞一下的 靠经验是吧 对对对 一般这个锅子一般五十斤羊肉 为了使羊肉有好的风味 多年来 钱江新一直坚持使用柴火灶和大铁锅 因为羊肉有山味 钱江新烧羊肉时 一般是不盖锅盖的 直接就这样敞开着煮 在他看来 这样的煮 山味就随着水蒸气挥发掉了 天突然下起了雨 可这样的天气 钱江新并不担心他的羊肉卖不出去 中天的时候你一天烧一个就不够了 吃有的吃好了还要带回家来 加入调料 温火炖上一个多小时 羊肉就可以出锅了 闻起来真的好香啊 而且能看出来啊 这个羊肉呢 已经是炖得非常的入味了 让人特别流食欲 都快流口水了 真的好香啊 嗯 这个肉已经被炖得很烂了 而且嚼起来这个肉呢 特别的嫩 而且非常的香 就吃起来呢 这个味道感觉非常的醇厚 那对于喜欢吃重口味的人来说呢 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这一道红烧羊肉啊 它这个酱料真的是非常的香 这羊肉就是比较嫩的 而且比较鲜 我们每次来呢 就是说都是必点这道菜 在当地 还有一道菜也比较特别 这就是羊角酥 把上好的胡羊肉 切成碎末拌上馅 然后用面皮 包成羊角的形状 放在油锅里煎炸 炸到酥黄就可以了 由于胡羊的肉质好 再加上它具有能生会长的特性 利用胡羊作为各地肥膏生产的母本 是比较理想的 如今胡羊已经推广到 新疆 西藏 甘肃 河南 山东 等几十个省市自治区 适应性非常广 哪发这么热它还能吸引 哪发这么冷它还能吸引 爱吃芦笋 爱吃青草 胡羊现在在南方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 养殖户和消费者们的青睐 如今在北方很多地区 在采取了生态保护措施的前提下 胡羊的圈养优势也显现出来 并且也作为优秀的母本 再次引回北方 我相信这次的迁移 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效益 更是客观的生态效益 我们看到胡羊在历史上 也是从外地引进的品种 而且现在还在不断地 向其他地方引种 也就是说 它其实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 优良品种 那这个胡羊在全国各地 都能饲养 为什么就唯有长新 那么兴旺呢 我们探索一下这类问题 也许会对本地的 这个农产品发展 会有所启迪 明天我们将继续在长青考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登陆央视网或农视网 我们下期再会 长青红桥大闸蟹 青壳白肚 金毛爪 高肥黄竹 肉味鲜 生态养殖 品味高 美人农经栏目明天播出